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上一期视频我们说了波特兰的房子 这一期我们就说一说在美国赌场的发拍员如何贷款买房 希望大家喜欢,别忘了点赞,非常感谢 最近,由于美国贷款买房的利率下调到了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我周围好多朋友和同事也都在忙着买房或者做重新贷款 在赌场经过一年的工作和观察 我发现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的 我不知道往后何去何从 但是现在的打算就是安心的在这里好好工作 以前还想学点其他的技能 但是照顾家庭还要工作实在是力不从心 现在只能在英文方面再努努力了 最近我也打算在赌场附近买套房子 这样往后离工作地点近,上下班更方便 而且养鸡种菜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 无奈这些年为了孩子们上更好的学区只能住在公寓里 现在孩子们渐渐长大了 我也要为自己往后的生活做打算了 所以我跟银行的贷款部门联系后得到了一些信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准大家往后在赌场里工作 也想买房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各家贷款机构的要求不尽相同 相同之处是申请贷款都要看最近两年连续的工作经历和收入情况 而且对于赌场发拍员来说 工作两年之后的小费收入才算是工资的收入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由于购房利率低 现在房子上市时间不长就被抢购了出去 所以提前做贷款预审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有了喜欢的房子就可以马上和中介一起去看房 然后订下购买意向得到贷款 这种提前的贷款预审如果合格了 一般有效期是四个月 所以这个对于非常想买房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必要做的 需要向银行或者放贷机构提供大致以下这些资料 一、最近两年的W2年度报税工资单 二、最近两年的Tax Return报税单 三、最近一个月的工资单 四、最近两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五、如果有房产 需要提供房屋保险和物业管理费用缴费单 以及已购房屋的贷款信息 六、如果有股票投资账户 需要提供近两个月的对账单 七、填写SSA89社会安全号调查授权表 八、以及各家方贷机构需要的一些其他补充材料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而且很多事情看似复杂麻烦 其实真正行动起来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 而且这些经历也充实风影着我们的人生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视频内容 在赌场有了份全职工作之后 感觉我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正轨 有了固定的收入,可以贷款 一家人也都有了保险 我要的不多,这些就让我很快乐 祝大家也都健康快乐地折腾每一天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拜!